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扔了这个干什么 把这些花儿都给我扔掉 是 哎呀 于小姐 这么早就有人给你送花啊 真是没想到 你起来还真早啊 你来了 我正嫌去沙龙空空荡荡的 正好来了个能说话的人 是不是你东江的旧友又有什么新的指示 这个话就留给晚上的沙龙吧 现在能不能说点有趣的 我是一个生意人 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生意上的事 等我们谈完了生意上的事 我就陪你好好喝酒 或者陪你出去玩玩 这个提议倒是挺有趣的 好吧 我接受你这个提议了 好 那我先问问你 亚历山大是不是告诉过你 他爹和江月合作开过矿呢 亚历山大在哪啊 他跟你说什么了 于小姐千万不要紧张 他什么都没说 而且我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远走高飞了 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两组树子 而且还留下这个 你这个人有时候还真是大方 你就不怕被他骗了呀 要不是你爹当时灭了江家 他们大概早已经被滇军的人清洗了 哪里还会有亚历山大 这个草包骗子的后代啊 看来你是知道一点真相了 那么这支枪里到底藏的是什么秘密呢 我记得于小姐曾经拿出过方子慧 带来的一些金子 所以我才想 他们在合作开矿 而且开的矿 一定是金矿 就算是的话 就算是的话又怎么样呢 我知道你现在一缺钱 二缺枪 穷得发疯了吧 那些金子当然是谎言的 可是我找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你哪里能轻易上得了手啊 我缺你也缺吧 东江那里就更缺吧 不如我们强强联手 合作一下 还有这么好的事 非要拉上我呀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如果三天之内 我解不开这个谜团 可能我就要横施滇军军营了 十三年没有解开的谜 你三天就要把它解开 高老板 我劝你呀 这三天还是躲到我这里来吧 我这里才是 躲风避雨的温柔香啊 温柔香我喜欢 黄金我也喜欢 我相信我们俩的智慧加起来 绝对对得起这黄金 坤叔 今天不要练功了 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啊 不是练功 是为了你的身世 黄师傅 坤叔说 你要帮我解开身世之谜 没想到最后还要养上你啊 如果你要了解你的身世 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好 第一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 要保护好自己 我当然会保护自己的 我来保持灵恋舞 就是为了这个 第二 知道了你的身世之后 不许寻思报复 啊 这 这我怎么做 你知不知道 一个被称为我亲生母亲的人 被杀害了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就赶快走人 建峰啊 师父提这样的要求 我也很意外 可师父这样坚持自有他的道理 你就答应吧 可 可 可我的身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啊 因为你的真名不叫相见风 啊 叫江洪健 江洪健 你的父亲 就是我的大弟子 叫江月 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我之前听外面传闻 十三年前 与高家火拼的 蓝水瓷中的主人 原来 是高云飞塔父亲的仇家 哪里是火拼 是高云府背信弃义 为了私利 杀害大师兄全家 入墨了保之灵 这个高云飞 我昨天听人说 他带着人 跑到寻谱 杀人灭狗 就是他 什么 师父 你听听 他们竟然这样做 这不是闪尽杀绝吗 师父 让我带上洪健 我们去报仇 我刚才说过了 两个条件 第一 保护好自己 第二 不许报仇 如果你们不答应 现在就去 把保之灵的牌子砸了 从此以后 你们就是保之灵的敌人 为什么 师父 为什么 师父 你们答应吗 我做不到 坤叔 我要去报仇 黄师父 对不起 如此血气方刚 难成大气 我看这样吧 你把他带到后面去 让他在保之灵小住几天 消消火气 是 就让我来帮你破解这个谜团吧 当年江月负责采矿 老亚历山大负责经销 方市长帮他们提供部分资金 来换取优先低价开采黄金的权利 可是老亚历山大拿了一次货之后 就没有下文了 我听亚历山大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判断亚历山大根本就不知道金矿的位置 只有这么一把保存着一半秘密的枪 这个我们也猜到了 我们在想 枪上的那个数字 可能代表了矿质的精度 而另一个数字自然代表了纬度 这具体的位置只有江月和老亚历山大才知道 可这已经是陈年旧式了 我听亚历山大说了 他把两组数字都告诉你了 是不是在我傻乎乎去云南大张旗鼓地找金矿的时候 你已经动手了 我舅舅已经派了专业的工兵化妆潜入云南 可是一无所获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来想去 这个纬度可能是错误的 有这个可能 我在想这个枪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装的子弹轮盘 秘密应该在那个上面 我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我饶不了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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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剑锋的事 就交给你和黄师傅了 这个你放心吧 我现在倒担心你 如果那个王八蛋知道剑锋的身世 对你下多手 你把洪秀昭暂时挺一挺吧 我已经想好了 湘建峰是我芳芳一手养大 保护孩子是父母亲的天性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允许任何人加害你 姐妹们 妈妈以前有照顾不周 多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你们多多原谅 从今以后 你们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 这是你们的耐生气 给 你的 你的 哎呀 师父说过的 没他的命令 你现在哪都不能去 我有重要的事情 我要出去 兄弟 你清醒点 我进保质林这么长时间 没见过师父对谁 发过这么大脾气 换成你是我们的话 我想你也不会 先让我出来的 所以我奉劝你 还是老实点 住手 师叔 撑完了撑的 可是他 永久没收屎 这兄弟太倔了 我们拿他没办法 师叔 建坊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但在咱们保质林 师父的话就是圣旨 想当年我自保自弃十几年 都没敢离开保质林半步 你也不能例外 你要坏了规矩 连我都要和你为敌 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我答应过黄师父 我就不会去报仇的 我说到做到的 我担心的是 有人不肯善罢甘休 有人要对付我娘 我担心 我担心 我担心红袖周 这样吧 我跟师父再说一声 顺便 把你娘接来 好吧 那拜托你了坤叔 放心 配合师弟 是 把你扔掉 方方 看样子你知道我今天要来找你 我们洪秀昭呢 随时准备欢迎客人上门的 虽然现在关门大吉 更是开门一道 你少跟我说废话 我问你小茶壶在哪儿告诉我 我儿子吗 他不是你的跟班吗 我也这样找他呢 你说他进了豪门 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高少爷 好久没见你了 怎么看我的眼光 像看陌生人似的 小茶壶不会捅猴子了吧 要不您带这么多人来 是给我洪秀昭关门大吉 捧场送你来的吧 走 方方 你也有好长时间不见小茶壶了吧 是啊 这儿子外出那么久 做母亲的能不担心吗 万一跟哪个坏人学坏了 染一身病 被人家用草席卷了 扔到哪儿我都不知道 小茶壶这么聪明 怎么会被人拿席子卷了扔了呢 他到底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了 今天说来也奇怪 我到洪秀昭 竟然没有人给我倒茶 是我失礼了 洪秀昭虽然关了门 这好茶呀 还是有的 您请 这茶倒还不错 清香宜人 你从来都是倒茶敬客 今天给我喝的是关门茶 要不然我给你倒一杯 你也喝一口 高少爷 今天真是客气 那我就放肆了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胆子很小的 方方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要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咱们就喝茶 如果你要是七转八转地不好好说 那我今天就不客气了 你说吧 向剑锋是谁的儿子 向剑锋 当然是我向方的儿子了 他不是你的儿子 那你说他是谁的儿子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杀了我好了 向剑锋 就是我的儿子 那那那 难道是别人的儿子吗 你干什么呀 你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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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给我拿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走 不要忘记小茶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救过你的命 你 你却杀了他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備 토� D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师父说过了 你真的不能出去 你们真的不让我出去 师兄 对不住了 我 放我出去 你就是 放我出去吧 我担心我娘 我担心我娘 我求你们了 醒醒 醒醒 吴 吴先生 我恐怕不行了 你有什么话 就快说吧 想 向前锋 是蒋岳 蒋师兄的儿子 你 我知道 你 你怎么会 会知道 坤叔 有什么话 你就快说吧 你 你带秋燕 就像 亲女儿一样 请你也善诞 沈丹 沈丹 剑锋 让两个孩子 走到 走到一起 把江家 和罗家 合并到 一面齐下 都 都 都 东山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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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了 那面旗帜他不姓罗 也不姓姜 他姓吴 他应该姓吴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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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茶壶回来了 妈 我肚子饿了 你出来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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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妈 你醒醒啊 妈 你醒醒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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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 我还真是没想到啊 你竟然是江月的儿子 你想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多幸不义 必死毙 别动 动我就打死你 住手 黄师傅 他杀了我妈 难道你们眼睛都瞎了吗 他是黄飞红黄师傅 把枪放下 黄师傅 今天我来给你们主持个公道 无关人员都留在这儿 你和建峰跟我到宝芝林走一趟 妈 这是宝芝林很少启用的一间密室 只有在传授绝密武功 或者是商讨重要机密大事的时候 才到这里来 你们的父亲江月和高玉府都来过 我也看出来了 这个房子的确很久没人来过了 是的 整整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 你们的父亲江月和高玉府先后加入了革命党 什么 我爹是革命党 是的 当时我是同情和资助革命党的 他们是受了我的影响才走上这条路的 可是 后来 在黄花岗起之前 出了意外 黄师傅 难道是我们的父辈做错了什么 才会造成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吗 一个 来中国探保的外国冒险家 亚历山大 在云南私自勘探金矿 他跑到广州找到了江月 要和他一起合作 金矿 你很吃惊是吗 我没什么 只是我记得 不管是明清时代还是民国时代 只要私采金矿都是要杀头的 所以江月做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终于 不可能 师兄绝不会出卖这次起义 因为他知道这次起义有许多精英要参加 如果早落了风声 有确凿的证据 发现江月跟清政府的官员来往密集 所以我们决定来保之灵 请黄师傅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 黄师傅 您快下决心吧 我也是十万火急的 清理门户 这也是最照顾黄师傅的做法 如果黄师傅执意不肯出面 那么我们只有公开惩治 这样不但江月声名狼藉 恐怕你们保之灵也会成为革命史上的罪人 师傅 这事让我去 为了尽可能减少影响 玉府力求速战速决 可是由于你大哥高云海的莽撞 造成了江家灭门的惨案 我父亲怎么会是革命的叛徒 江月被处决以后 玉府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一封 他写给我的信 他向我说明了他参与挖金矿的目的 是为了筹集起义的经费 后来也证实了他说的是事实 但悲剧已经发生了 那我有件事情就不明白了 既然我爹是无奈之举 罗因上门来侮辱他 他还是不说 为什么呢 首先是为了保住保之林这块招牌 毕竟出了这样的冤案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其次就是因为你大哥的莽撞 造成的灭门之灾 为此玉府深深的自责 他给我写了封信承担全部责任 并且主动退出保之林 所以这间密室 就是从这件事情以后 关了十三年 当我从阿坤那里知道了见风 现在正在玉府的后人那里做事的时候 我这心里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啊 冤冤相报 何时能了啊 今天我把这个事件告诉你们 是希望你们两家的冤仇能够化解呀 化解 父辈的仇恨我们插不上嘴 比起民族大义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可 可是 可是他杀了我妈 我的养母 黄师傅 你说这账怎么算呢 真是恩怨轮回 报应不断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也就说一句实话吧 也有一个洋人来找过我 这个洋人也许就是您老人家说的 那个私下勘探金矿的洋人儿子 压力山的 他找我 也提出要跟我合作开采金矿 我现在缺钱 我当然是感兴趣了 但是 他父亲留给他的 有一组密码 另一组数字呢 据他父亲说 应该是在江岳的手里 我说的更明白一些吧 就是在一把左轮枪的枪轮上 这和我妈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这件事情是跟他们没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 为了这个枪轮 我可以找任何人 不放过任何事情 你就为了那个破玩意儿 杀那么多人吗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他们对我恶意相加 我现在没办法 你可以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 但是我告诉你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我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杀了我 也就意味着你的姐姐 将会守寡 孤老终身 我姐姐 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 就是你天天细心照顾的肖子云 原名叫江子云 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 什么 江子云她还活着 我可以叫他 我看你 我看你 你赶紧 你智荣 你不是你 我看你 你不想要 我看你 你又看你 我看你 你不想要 方方妈妈 妈妈 我 我来看你们了 黄师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我才知道 都怪我没本事 把高云飞杀掉我 为你们报仇 妈妈 请原谅我 黄师傅 要我必须忘掉上一代的仇恨 说一切要重新开始 我答应了黄师傅 可我不知道我答应的是对 还是错 妈妈 方方妈妈 你们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小茶壶该怎么做 你怎么哭了 我 有人欺负你了 不 是他们欺负了你 我则为你哭 为我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我姐姐 同父异母的亲姐姐 姐姐 好玩 我是小茶壶的姐姐 词词曲 李宗盛 小茶壶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住在这里别扭 你可以在于兰西那住两天 但是江紫云一定由我来照顾 我会照顾得非常好 况且你现在有黄飞鸿给你做后台 你还怕我伤害你们姐弟俩吗 我去哪里不用你管 收起你的假情假义 我告诉你 要不是为了我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姐姐 你早就是死人了 我不怕死 最多我们同归于己 最多我们同归于己 那一年 爱她依旧 那一年 那一年 淡了相仇 参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都欲欲欢休 那一杯 怨怨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休 等路寄予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都苦睡难受 反复下的海盛依旧 反复下的海盛依旧 那无尽的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 不睡难受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陪不到我的白头